何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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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今天17分2part 待會是37分12分就完結了 那什麼時候開始 其實大概差不多了 17分都差不多了 我們今天也是講述 你發給我一些資訊 我剛才想讓你知道 氣炸鍋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知道它好不好 但是是新的 新的東西 新仔 你看到我發的資訊 就說它有什麼不好 就是它弄得油熱 上次有說過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 大家都知道是好的 就是蒸食 蒸籠 其實我現在也蒸多 是 蒸食你沒想過 最慘的是中醫 名字叫做中醫 如果中醫叫做西醫 就不一樣了 整件事都不一樣 其實進入裡面 它就在做中醫 不過它就叫做西醫 那就不一樣了 或者你叫它做NASA 那又不一樣 太空醫術 那又不一樣 但你叫它做中國醫術 就總是有少許磨擦 你叫它蒸食 通常是蒸食 蒸食 就是用鑊來蒸 那你也猜不到 今時今日 很多公司 就開始發覺 原來西人 你知道有一個 叫做Gas Stove 上面是煮東西吃的 好 請坐下來等等 現在我們差不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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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打911 快速反應人員會到場處理 確保利和社區的安全 第十月 創餘技術 新突破 卓越牙科 借資引訊 Yomi牙科機器人3D 道學系統 提供精準牙齒及骨骨的重要資訊 協助牙醫 制定完美的植牙計畫 新科技減少食牙手術的創傷行動 確保食牙的準確性 做到一次植牙 永久中生 陳潘露卓月牙科 植牙增值 北加加 單隻食牙只收1999 有全權限制 7000月 預約審為聖牙醫 免費檢查 650-589-8658 589-8658 青島地產周刊 緊接關居樓市 放網美國地產市場 今期焦點 買屋中屋 差距拉大 投資者要備類 市場震盪 賣家不願意入場 迷你空間 英倫風 家居生活 如何選擇見自己 燈ней機 日月安居 秋夏家居 換新莊 機島地產周刊 逛州錄出版 姨姊錢 江 formulation圖時間 閨幌炮ace 딱7-9 Re 市場來至少8微 來自7時18分 因為 announcement 有新的方法,也有新的器材方便大家,近年也出現一些,譬如是叫做蒸焗炸鍋,或者蒸焗炸爐, 也是氣炸鍋,近年有很多新入廚的朋友,很喜愛,因為方便, 在這裏,要按幾個按鈕,溫度時間,薯條不知為何特別脆,或者據稱他們宣傳時,把油煲出來,本來蒸炸的東西很沒益,好像比較健康, 受到一班新派的年輕子女歡迎,究竟是不是真的健康了呢? 今天我們來找你,赵博士,說一說,究竟有沒有一些數據告訴大家,用這麼高溫煮東西會帶來一些什麼的方向,或者是影響呢? 赵博士,早安 早安,早安,對,跟你說一聲,就是我們已經是很多data出來了,就是這些data關於氣炸鍋,就是始終都是會製造一樣東西叫acrylamide, 而這些acrylamide,和一個叫pah,就是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很多東西 基本上就是當你拿些肉,煮到它很高溫的時候,有很多新的化學物料會跑出來,而吃了樂肚,就差不多不能回頭 即是後患無窮,就是那些細胞受不了,就變了有cancer,台灣做了很大的study, 然後美國有很多study,現在有很多個,因為當你有data就可以看到了,有這樣的事 但因為為什麼這麼厲害呢?初初大家說air frying,即是用空氣,靈空可以炸東西,對不對? 但最重要是你不要集中在air,有兩個字,air frying,air,當然靈空,很重要 有些人很喜歡買最新的科技,手提電話最新的,相機是最新的,但是吃下去呢? 你如果集中在air,你應該集中在air,就是細聲一點說air,大聲一點說frying, 原來始終都是炸東西,而且是frying in the air,即是炸得來,還在凌空炸它 炸的時候,就會製造很多納米,小小粒那些很毒的東西 剛才我說過幾隻名字,它又小粒,變成入一入得深一點,吃又吃得入一點 你知道什麼叫皮外傷和內傷嗎? 這個簡直令到內傷到連細胞都傷了 是的,那些data就一直出來了,因為data怎麼來呢? data就是要有人用才有data,如果是有狗用的,或者是貓用的,不是人的data,是貓和狗的data 所以你首先,或者是沒有人用的,不過在工廠裏面就是工廠的data 你要首先拿了有人用的data,而用了之後呢,要用一段時間 如果你告訴別人,你用了這東西應該會非常不好,沒有人幫你用的 當然是個個覺得非常好,才可以發現這些東西,好像吃鈣片 很多人以為吃鈣片是很好,送鈣片給別人吃 誰知道做個研究就發現那些鈣片放在血管裏面 這麼重要嗎?哇,很重要啊! 所以我才知道很多時候,這些研究是怎麼來的呢? 就是大家以為好,誰不知,誰不知就不好了 是嗎?是嗎? 是嗎? 就是我之間,如果聽到這一間,早兩三個星期,台灣都有一個報道 就報道一宗關於一家人一家三口 他們生活上都是檢點的,不依不走 也都不是周邊的一個環境和空氣有些污染 不是外來的,是在家裡報道說,用氣炸鍋,又沒有開抽氣線 令到一家三口同時間炎上了癌症 報道是這樣,再沒有詳盡一點的解釋 如果聽眾聽完之後,在家裡還在用鍋 我看完相關消息之後,我都會找哲博士談一談 因為他一直用的時候,除了用了一些粒子 令到東西變熟,再高溫 現在如果用怎麼辦? 是否將煮的時候,周邊的空氣 例如我開大抽氣機,或者開著窗戶,是會好些呢? 首先看看抽氣線夠不夠大 有些抽氣線是舊的那些款式,抽力不夠大 只有一個摩打,沒有兩個摩打,相差很遠 第二,你剛炸完後,當然是新鮮熱辣放進口 很多人喜歡這樣,會辣到那一刻,吃下去那一刻 真的有感受,辣下去,千萬不要做這種事 凍食是被家人罵的,凍食是被家人罵的 凍食是被家人罵的,快點趁熱吃 通常是趁熱吃,趁熱吃不是趁熱吃 不是趁熱吃,不是新鮮辣辣的那一刻 這很重要,第二就是選擇好的油 要選擇好的油 但是因為氣炸鍋的問題 很多人買那些已經放了別人的油 沒得選擇的,已經放了油 那放什麼油呢? 通常開餐館最討忌是用貴油 因為每天用這麼多,當然要用便宜的油 但是餐館用的油都好過 那些可以放在冰櫃裡面 那些東西要運輸那些油 就要再便宜一點了 嗯 再便宜一點了 變成了當你用氣炸鍋 它就會加速它那個殺傷力 加速它那個不好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用好的東西 它的殺傷力就有限了 但是如果你用不太好的東西 它的殺傷力加速它 那就會沒那麼好 是嗎? 明白 因為大家的視覺上 因為用完氣炸鍋煮的食物 那你會看到下面 通常有些朋友 就會鋪一層石紙 在底下 那看到食物一烹調完之後 一出來,嘩! 你看下面那些油 都炸出來 那我吃下肚子就很緊張了 因為油份有時候 都令到有些朋友 關注血管的朋友 因為油多又不好 但是現在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 大家要小心用 那還有 究竟我們應該煮 用什麼 就是現在最新鮮 我剛才也說了 就是最新鮮 滾意辣 最新推出一些貨品 就是說 有些叫做蒸爐 就不是我們 概念很舊式 譬如點心那些蒸爐 或者是 酒家裡面那些 嘩!很厲害的 真的很高 超過一個人 接著有三四格 用來蒸什麼 排骨饭 點心那些 蒸又怎樣呢? 趙博士 蒸就非常之好 蒸好度 如果你萬一中醫是好度 其實如果你不叫它做中國醫術 你叫它做西人醫術 當課很重要 嘩!到處都用 西人的醫術2.0 其實是中醫術 有時候的名字 你改了它 是名字的問題 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有一部電腦 你知道那些電腦是什麼 但那些電腦不是電腦 不是PC 是Mac 是Mac 是Apple 那Apple不是一個Desktop嗎? 不是 那些不是Desktop 那些是Apple 那你是不是不同了? 但其實它做的東西 就是一部電腦在前面 但他們不叫它做電腦 所以你想想 這個新款的蒸爐 蒸爐 Steam oven 其實是我一直都說 因為我做很多這些訪問 但不是跟你們做這些訪問 那種訪問 就是做顧問 顧問的訪問很不同 他們說 其實有什麼東西會我們超越呢? 我以前十幾年前說過這些 就是蒸食會令到一個人 其中一個長生不老的方法 是的 長生不老 哪個關子買得很好 像博士 是的 這個時候我們聽一聽訪問 好 究竟如何長生不老呢? 大家不要走開 我們穿個頭回來再說 嗯 你想想想 如果他們的廣告是配合這些長生不老的蒸爐 Steam oven 但是當然每一件事都需要時間 和他們先相信 有些公司 一個叫做Mili 另一個叫做Thermador 他們兩個都有去做Steam oven 他們明白這一點 其實你知不知道 有些叫做Sponge cake 就是中國華人做的那些 就是那些鬆糕那些東西 其實可以用蒸爐蒸出來的 所以這種Steam oven 他們的賣點就是可以用來焗麵包 真的可以的 因為麵包可以蒸出來的 可以很好 很好吃的 所以他們也發覺用蒸的東西 你可以放一條魚 還有放一個包在旁邊 那些味道不會走到另一邊 不同呢 不同你平時普通的焗爐 焗得它乾了 如果有魚在裡面 會走了 還有那些包一起焗 那些包會有魚味 不會的 用蒸籠 所以呢 一個Steam oven 一個蒸得的焗爐 就去到那個境界了 他們就發覺很有賣點 但是最重要就是 因為那個溫度 你不會 還有那些水分 可以令到那些維他命 那些東西 除了維他命 不是一樣的都只是靠維他命 有些叫做 Phytonutrient 就是那些菜裡面的營養 那些肉 那些叫做meat nutrients 在裡面 因為肉又不只是看 它有多少礦物 多少維他命 不只是這樣看 它裡面有很多東西 魚是肉 但是和牛肉是不同的 吞拿魚的肉 還有三文魚的肉 也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東西 它根本就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 當你蒸它的時候 你可以令到它裡面那些 那些原汁原味和成份 可以保持到 即是它有蛋白質 有炭水化合物 很多其他東西 有脂肪 但是它不會變成壞了 回來了 好 那又回來了 大家等了幾分鐘 究竟是如何長生不老 這一個題目非常吸引 我們現在馬上事不宜遲 找趙博士回來 趙博士你好 你好何坑 我幫你下次 我們早些讀這件事 等你把廣告拿回來 全部剛剛好說這件事 電台賺大錢 你就當堂升官發財 快點說 找些什麼方法 長生不老 好 然後 長生不老 其實你知不知道 當你煮食 你就需要那個人 千萬不要打小癮 一邊煮一邊打小癮 就說你死了 吃死你 然後你吃了下去 就很大機會 就不舒服 不太好 你明白這一點嗎 就是說 煮的人的愛心 要真正的愛心 聽過了 有些人相信 有些人不相信 但如果你煮得它 又乾了 又變成質 又有殺傷力 那就當然不好 但蒸是厲害到怎樣 你知不知道 你可以蒸那些叫做 sponge cake 你知道華人有那些 sponge cake 鬆糕那些 你蒸它的時候 如果你下面蒸一條魚 鬆糕不會變成有魚味 它不會的 它不會的 你的蒸籠可以放幾樣東西 裡面幾多格 一起蒸都沒有東西 但是如果你試一下 在焗爐裡 baking oven 就可以放一條魚在旁邊 和麵包在旁邊 麵包會有魚味 很難吃的 是的 在裡面的份子 他們交換了 是的 但是蒸籠又不會這樣 那麼厲害 多厲害 蒸氣是一路帶著那些粒子 然後便會排排出來 它令到它不會走到另一邊 是的 這很重要的 無緣無故白視那條 東星斑 無緣無故白視那些味 當它進入包裡 就變成不是東星斑 是腥味 所以你明白嗎 那些腥味 哇 那些包有這麼大的腥味 所以這個 你要明白 就是不太好 而為什麼會有腥味 因為原來在一個焗爐裡面 焗在高溫的過程裡面 就不只是東星斑的味 它竟然可以拿了一些不太好的東西 因為它會變的 它會變的 在一個焗爐的環境裡面 你想想你在沙漠裡面 然後焗熟了你 那些成份 即是說說蛋白質 碳水化物 有機會變成一些不太漂亮的質地 即它的Chemically會變了 變了煮熟了的嘛 生肉和熟肉是否不同 但是你蒸一塊肉 和蒸梅菜蒸豬肉 那些豬肉是否不同 質地跟你說炸豬肉 是否不同 炸豬肉有時候炸得夠久 會變成… 香口 香口 對,香口 但如果你嘗嘗不要馬上吃 你嘗嘗隔久一點吃 然後你會發覺 哎呀,不是這麼好吃 雖然是… 你當作薄餅 薄餅如果你隔久吃 是不是不像新鮮的吃 雖然薄餅有很多味道可以 但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 豬肉隔久一點 就不行的 不好吃的 要新鮮的 炸完之後要新鮮吃 煎或者炸 對,煎或者炸都要這樣的 但是蒸 蒸的過程 最特別是什麼 它不會去到那個溫度 還有,它一路煮熟的時候 一路保持著它 保持肉質 所以你吃下去 你會發覺那些肉質 雖然是滑一點 雖然是好一點 當你進去的身體 這些就是長生不老的方 因為很多人不斷吃蒸的 發覺他們的身體 少很多毛病 少很多 少很多 如果那些藥吃下去 有這麼大的反應 那些藥就出名 有些藥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那麼出名 但不是所有藥都是這樣的 但是既然蒸的食物 那個情況好得這樣 我不是做顧問的時候 說給那些做風佬公司 在stove top去談 有兩家公司聽了這件事之後 看那些文章 就做了出來 一個叫做Mealy 一個叫做Thermador 他們竟然做了這些 整個東西 我就說 有什麼理由買這麼貴的 在美國 其他國家 西人國家 就買個煮食 然後下面 逼著你一定要買一個 叫做Baking oven 逼著你一定要 沒有理由 沒有理由 做人多點選擇 客人花了這麼多錢 我說不如你們想想 有沒有辦法去 有件這樣的事 你有沒有留意到 有很多東西 你當消費者買 想著在家裡煮食 就更健康 但你要看看 那部食物是否更健康 對吧 如果那部食物不是更健康 那你吃了下去 其實你一直以為在家裡煮 就等於 就等於 但就不等於 所以今天就給大家一個Data 對 其實除了食材 我也覺得 這次我們提出 其實把簡單的 烹調方法 或者食物的習慣 較前一點 大家回想 可能六七十年代 之後 沒有這麼充裕 其實我們煮飯 是這樣的 洗完米 開著電飯煲 電飯煲 那裡會有一個格 隔著可能兩隻碟 或者三隻碟 就是分別有肉餅 排骨 是啊 就是那個方法 我們沒有開鍋 沒有微波爐 沒有氣炸鍋 那年代 是健康一點 腸胃是好一點的 大家都可以 就不是叫你接受新事物 只是回到前面 是啊 沒錯 可能對你真的很有用 對吧 留意多些Data 就告訴我們 原來蒸食那樣東西 蒸食又貴又便宜 但好像你剛剛說 在電飯煲那一刻 蒸食一樣 就是那個蒸 蒸食保濕 在食物裏面 就相差很遠對身體了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調科士一個 這麼好的提出和提醒 下個禮拜我們繼續 週末吃碗麵 拜拜 拜拜 金山華人服務者 35週年 觀珍部派紅包 你想入席 移民 開公司 口食品證書 結婚離婚 很特別 剛才和香港的電飯煲 電飯煲 如果看韓國電飯煲 那些煲飯 那些很貴 同樣 以前的蒸籠 可以很大的蒸籠 很便宜 電飯煲也可以很便宜 但今時今日 可以做到蒸籠 可以做到蒸籠 几千元美金 需要這樣才能做到蒸的效果 不需要的 又不需要在手提電話通知你 蒸熟了可以了 當你加了這麼多東西 當然可以令它很貴 天價 但其實這個概念 今天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蒸食 蒸食是對身體很好 煲湯也是 煲湯 老火湯 當然不太好 一些火候直接影響它 但如果你可以雙燉 那又不一樣 所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看回以前的做法 然後在裡面抽出了 哪些東西是健康 這些就會找到其中一個長生不老 我很開心可以影響到這些公司 去做到這件事 希望大家以後都可以能夠 你們又吃得健康 亦都可以明白那個方法 就是蒸食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做法 一個星期蒸多幾次不要緊 找多些不同的烹飪方法 烹調的方法去蒸食 是對自己整個身體 整個家人的身體 朋友的身體差很遠 驚耶 快點 吃完